建国Pro2 深度评测 夏季 仅限这个话题有些迷样 发布会前老罗之友冯唐先生曾亲自披挂上阵 上阵微博宣传老罗五颗松空净效果 发布会上老罗几次三番拿金钱说审美 这不免让人想起了当年的一庄公案 文艺女青年心中偶像逢堂 隔空与少年几种寒寒对似 前者声称后者在文字上没有那根金线 鉴于二者粉丝数都不少 我们先站个队 金钱这个东西在每个人每个行业都有 但拿出来做标杆 其实是不存在的 毕竟尺度在心难免不易 如果你认同这个角度 那么我们来说说坚果Pro2 倒霉到我们自己这根金线 介乎于上下之间 不能不说坚果Pro2是下半年全面屏概念兴起之后 过展手机里看着最顺眼的一款 但老罗也承认屏占比不如三星 也不如Nubia 虽然超过了小米MIX2 但还是比一代差一些 数据之外 由于左右两侧的黑边没有类似于三星或者Nubia的优化处理 所以边框有些混 正面视觉不够极致听透 这就触及到了锤子目前的盲区 在部分细节处理和技术上储备不深 这也是制约锤子今后从金钱上下爬到金钱之下的利得点 不过请注意 什么不够通透啊 金钱呢都是主观词 也不能被证伪 我们也全当不存在吧 由于实践原因 日间样张没有 充电续航测试也不能完全展示 所以这一部分就简单说一下样张和新闻表现 坚果Pro2的屏幕尺寸为5.99英寸 约绿为1080T 搭载高通效能660处理器 互以6GB运行内存加64GB集身存储 集身电阻量为3500mAh 后置1200万像素加500万像素双摄像头 其中主摄像头成本系维索尼MX386 两颗摄像头组合支持背景虚化 支持视频防抖功能 前置摄像头1600像素 并采用默默AI美艳方案 从数据上来看 这款手机作为中端价位产品表现正常 不出错也不惊艳 骁龙660作为万金牛一样的中高端定位的芯片 在过去这一年的实力也被多次印着过 实测了这次 坚果普二的暗速度跑分 60帧的王者荣耀稳定在55帧上下 并且发热并不高 拍照一直不是锤子的强项 这次坚果普二在一般的室内弱光下的表现不错 不过在夜景的部分是表现平平 酒店走廊两组暗光样张细节锐度不错 灯光下各部分的白平衡准确度都还不错 但是在室外弱光下手机丢失细节太严重了 画面涂抹过度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总结 按理来说 一款手机根据版本不同 存在价格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过坚果普二的情况有些特殊 最低配版本售价1799 最高配的6GB加260GB版本是3299 中间刚好差了一台坚果普二的钱 毕竟以炸论质给坚果普二定性就靠他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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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